今天回到民调 第二个题目 今早我们都有这个讨论 不用想了 有需要和逼切需要一定占大多数 现在社会的问题就是 今天的讲者也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算你怎么逼切都好 这届政府是不会做的 因为这届政府是专与市面上 大部分人的想法转转的 举个例子这几天 这两个星期大家在讨论政改 或者一些公共政策 甚至三堆一劳的事情 它硬是要在民意调查 是不是47、48分合格 因为到最后有学者 无论是一些相对亲温和 都很保守的学者 都说中生的方法学上是没有计错 没有计错 反对的那些意见 你真的计错了 逐个个个走出来说 你才发觉 哎呀原来 闹中庭耀的那些人自己都搞错了一个方法 那就大件事了 就是说 这些事情就是现在的人很生气的 就是无力感就是 你不能够这样做 现在整个社会不是在争吵架架 是说 为什么你的施政符合不到 市民的需要 是不是 你三堆一劳 为什么还没搞定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社会真是大佬 虚好那些学术研究 是不是 一个连博士都没有的人 都去骂人家 如果学术研究不行 那不是说你差的 我觉得 读博士的人更差一些 水准低很多 看在哪里的毕业 不是 特别那些 就是外国毕业 香港港英如业大学毕业 那些零碎屎片 不过我想说 就是你的时间 就不要虚好在那裏 做一些正经的事情 做一些正经的事情 是要的 不然好像那些 就是那些 海宜那些 区议会部选 是不是真的都要做些事情 是啊 因为两种情况就是 过往大家觉得做好社区 就一定有票 这个当然是 第二个就是政治立场 现在的区议会选举 除了地区工作那种之外 另外就是那种所谓 对那个社会议题的互动 特别那个选区 社会议题互动的意思就是 那个人 那个党 各种一些重要的议题的表态 我虽然知道 就是之前那个白宫泛人 搞了获足 结果大家对那个党不信任 所以都输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自己本身社区工作 也不够 也都输了 有时 保选就是这样 就算两个泛民加起来 都不会够这个新闻党票 这个我觉得 不是检不检讨的问题 根本上是不是 现在就出现了 好像台湾的情况 就是 某些政党 跟民情 就算支持者都脱节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便变成了人家 永远社会行动 在你之前 这个政党 想想想 跟公民团体 的活动有多大 下个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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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搞绝食 看看有多少人支持 好 继续看着 明天交点 接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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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